原标体 黄浦军校学生中哪一个上升的最快?有人说是胡宗南,这个号称天子第一门生的蒋介石得意弟子,在1930年的时候已经升任第一师师长了,第二年又升任中将师长,他是国民党籍黄浦学生中爬得最快的一个,但是放在所有黄浦校友中,他就不是最快的了。 1930年的时候,黄浦小师弟林彪已经担任任红义军团第四军军长了,十年只有23岁,军长当然比师长牛了,林彪是最快的吗?还不是,1931年11月,红四方面军成立,徐向前担任总指挥,方面军总指挥呀,那比军长还大,相当于集团军总司令。 那一年,徐向前只有30岁,哎,30岁小编还在办公室大杂,而林彪在19,32年才当上红义军团长。 理论上来说,军团长还是没有方面军总指挥大,同一方面军的总指挥,可是朱德朱老总。 所以呀,黄浦军校学生中上升速度最快的是徐向前,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之一。 好多人对徐向前元帅好像比较陌生,因为他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。 徐帅非常平易近人,寡言少语,也很朴实无法。 革命战争年代,他经常自己缝衣服,亲手织的一件毛背心,从革命岁月一直穿到新中国城里,穿了整整30年。 1990年,89岁的徐帅并逝,他的这件珍贵的毛衣捐给了博物馆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